徐導 你本來聽說有一個劇本的想法 你本來要拍一個搖滾樂手 從台北失敗的 回到南部 再去組樂團 剛好這個劇本好像跟台九七號很一樣 對對對 就剛剛漏了講這一段 就是講我為什麼後來會回來拍電影 那時候之前就在想說我要拍什麼拍什麼 然後有一天我就真的想要再動比 剛剛講到我年紀大了以後 就真的想想看要寫什麼 然後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是一直很喜歡搖滾樂的 然後自己也有組過樂團 我其實一輩子立志當搖滾樂手 然後就很自然的開始想寫一個搖滾樂團的故事 然後就寫一個年輕人 他是重金屬樂團的吉他手這樣 然後就跟團員吵架 然後就離開台北 跑到那個一個鄉下去 一個漁村去 然後在那邊認識很多 奧利桑 歐巴桑 賣菜的 魚飯 什麼什麼 那大家後來又組了一個樂團 然後我就開始寫了一個大綱 寫大概兩三行而已 還講七號就上片了 所以頭皮發麻 對啊 然後我就啊 就是想做題材被人家做走了 還好動作很快 我現在在哪個角落不知道 以前你們兩個人不認識 不認識 然後那時候我也很驚訝 那時候真正有打擊到我 真的有 其實我會回來拍片 要感謝味道很多 就是 真的有打擊到我 想說 哇 這個題材居然被拍了 然後又這麼賣座 然後 然後最打擊我的是說 我想到的東西 別人也想得到 那就要看誰先做 那是我第一次一輩子 活了四十幾年 突然有這個想法 只要我想到的東西 別人也想得到 那就要看誰先做 後來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急的 拍中破賽 中破賽 因為很多人想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趕快拍了 對對對 上後為劇本的家後 對 我過去可以很懶散的 十幾年都不想動這樣 可是我現在很積極 就是怕 不趕快做 一定會有人做這樣 那其實就是跟衛導 剛剛講那個棒球 經典賽的事情 你會發現其實人生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巧 那大家一樣吃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深藏環境 想法很多會一樣 所以想到的東西 要趕快做 衛導 那你把他的那個 海角器要給節足先燈 你有什麼想法 那剛好你們兩個都太厲害了 還好 還好速度快 要不然 因為我們要開始機會很難 因為我們要開始機會很難 如果那個開始的機會被搶走了 那大概很難再開始了 所以 還好先拍 不過我覺得還好他先拍 因為我覺得他拍的會比我好 就同樣那個故事 他拍的比我好 劇本也寫的比我好 我當中學應該不會這麼精彩 你會比較搞笑是不是 我會很搞笑 可是應該不會這麼賣錯 可能又加了很多文藝槍進去 其實他們兩位真的非常幽默 我是很外行 我想說導演應該可以賺很多錢 後來我努力讀了他們的資料 其實他們做導演這個行業 真的是要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他要問自己的初衷是什麼 然後他的熱情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學電影的 一個是學電機的 一個是學圖書館的 然後又可以寫這麼好的劇本 然後還要很堅持的要去做下去 我想問兩位導演 我覺得你們的電影裡頭 尤其是衛導 你都非常關心這個社會問題 就是說這個電影跟台灣的土地 有很深的一個連結 包括你現在拍的 你今天是這個家 你怎麼看台灣這個現況 目前的現況 那如果透過電影 尤其文化這樣子 我們怎麼去做一個傳承 我們對我來說 其實宣傳有時候在行銷的時候 會把一個簡單的故事 附加給他很多的意義在裡面 那其實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故事 這麼簡單而已 對我來說 那其實就算是跟社會有關 跟歷史跟文化有關的題材 對我來說 那都是一個故事 而不是有先 先有議題才有故事 是先有故事 然後再從故事裡面去看見什麼樣的東西 對 可是 常常有時候 特別是我們的 我們這幾部電影 常常會被說 跟日本有關 跟什麼 跟什麼有關 我常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就是因為我先有故事 才有那個想法 對 不是故意要去挑一個 跟日本有關的故事來寫 不是這個意思 那常常我會跟很多人溝通說 我們拍電影 其實 並不是把電影當成一種武器 要去試傷誰 要去跟誰戰鬥 不是這種心態 我們只是想要講一個很好的故事 然後去讓大家從這個故事裡面 能夠可以達到感動 或者是哭笑隨性的一個空間 或者是互相 怎麼講 互相能夠諒解 互相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不同的人的想法的時候 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初衷 就是說講故事 就是要講一個好聽的故事 大家喜歡的故事 而不是說 去講一個要教訓人的故事 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心態 我從來沒有那種要教訓人 這部電影是要教訓人的 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說 特別是電影 我們電影拍出來以後 常常有時候會引起一些 兩極化的批判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心裡會蠻難過的就是 真的不是把他當武器要去 要拿來跟誰戰鬥 然後去跟 不是這種心態 就 也 也不知道怎麼講 可是這種事情想太多也沒有用 它就是會發生 好 我其實 我有點忘記你的問題 大概 不過大概 我的意思是說 你拍的電影 其實對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的 那個文化傳承都有 比如說你開這個棒球一次 你主要是告訴人家說 以前有一支棒球隊他是怎樣 就是說對台灣土地跟人民的連結蠻深的 那你海角7號裡頭 我印象最深的是你談到VOT的問題 後來也的確讓大家看到了 我們到處都在VOT 那到底對不對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都是先有個故事 從這故事裡頭 去凸顯一個社會的議題 可是並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凸顯那些東西 對我來說沒有很刻意的要去凸顯它 只是說 這個時候才只出現在這裡會是剛好的 那個意思會有趣的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變成一個社會議題 像我也不知道 我們上片會剛好遇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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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角7億的問題啊 它本來是一個 本來是一部電影 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事件 之後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那我也不是意料中的事情啊 所以 本來就叫海角7號 我們身後的就對了 對啊 那你怎麼會啊 後來又有那個海角7的事情 就變成了社會議題 然後 當然對我們是好處啦 是 是本來一個電影 然後就是結合到 結合到政治然後就被擴大渲染 票房當然是好啦 可是 沒有 這兩件事啦 兩件事 所以老婆都要告訴你 我覺得 譬如中破塞 中破塞 你要在你們看 事實上它也是 在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 也說年輕一輩啦 因為中破塞這個行業 已經幾乎 要消失囉 已經版本的文化這麼的流行 心盛 你騙同那個 一個三公子 一個小孩 小孩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這一部電影裡頭 對台灣社會的文化 現況 關懷 文化傳承你想表達 我其實只是想 想看 就是最近這幾年啊 因為常常在上臉書嘛 所以比較 所以知道一些消息啊什麼 然後 就覺得誰的時代進步 整個都市化以後 我覺得人跟人之間 就是 情感很淡薄 那 覺得這個是比較 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滿懷念以前 以前那種農業社會 古早時代 那個人與人之間的 那種 互相關懷 還有 一些從 從 善意的出發點 那種 相信人是本 是善意的那種感覺 是 我滿懷念那種東西 所以我放了一些 進來 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倒不是說 整部電影 想談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那只是 點到一些 這個 這個狀況啊 希望大家可以 對人 對人 有多一點的 愛跟 善意 所以其實 你的電影 滿特殊的 它有傳統的版鬥 然後 在這版鬥過程裡頭 有一群使用臉書的人 可以幫這個 小碗 幫這小碗廚師 可以去拿到一個冠軍 就是 結合過去的一個傳統的版鬥 然後透過現代 那個臉書的科技 得到更多的一個資源 對 就是 這個社會 人跟人之間 接觸的 那種 已經越來越少了 就是我們常常一起吃飯 大家都在上 上臉書 面對面也在上臉書 就是這樣 就當逼頭族啊 對對對 那 可是 就變成很多人情味是跑到網路上裡面去 有時候你在網路上 說一件什麼事情 哇 很多人來給你按讚 或是 很多人說要幫你什麼忙 你迷路了 你在哪裡 或者你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人家就會說 喔 哪裡有 我覺得 好奇妙 人跟人之間 這個隔閡越來越大 可是在網路裡面 你還會看到很多人情味 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對 其實是反映的一個社會的現象 那你們覺得 例如說 電影需要跟社會脈動有很強的結合嗎 其實 做 一般來講 做商業電影 通常 就是大陸講的接地氣 他們講一句話叫接地氣 就是 有氣要通 接地氣 這個我是認同 就是如果你要做商業性的電影 應該是要跟你這個社會可以溝通 大家會有共鳴的 比較容易賣座 那其實不見得所有電影都要走這條路 那 可是 如果要想要走比較 藝術成就高一點 或是比較 讓影展型的電影 就是 你可以忘了這些 就是 可以不要理會這些 就是也 就是也不要理會票房這件事 就好了 會導你覺得呢 就是說我們的電影 跟社會的脈動要有很強的結合 我 我 我 怎麼說 我覺得 嗯 我覺得不用刻意 他很自然的就會連結了 因為你就是活在這個時代 你很 很很自然的 你的 你的一些想法 不小心就會 就會 就會 就會在裡面 現在 現在 面對現在社會的一些 一些狀況跟想法 很自然的就會在你電影的一些 畫面 或是對白之間 無意間就會流露出來了 其實 有時候 即使是我們在拍古代的東西 那有時候在對白裡面的一些 意識形態 對白裡面的一些意識的想法 也會跟現代是 是 是接了上的 是 那個叫什麼 普世價值 那些普世價值 價值性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跟社會上 比較直接關聯的一些議題 其實可以 藉古代的事件來 看待現代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都 即使你要避也避不掉 你硬要去避開它 你大概也會不小心 就是用到它 好 那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們兩個都 本來都不是要 當電影 從事電影 好 我現在就說 如果沒有進電影 或是電視圈 你們本來想做什麼 你們本來想做什麼 聽到 搖滾樂 搖滾吉他手 因為我唱歌很難聽 不能當歌手 吉他手 搖滾吉他手 那如果不拍電影 假設說你現在拍到一個程度 你不拍電影 你會想做什麼 我想去當壽司師傅 為什麼 我覺得做壽司是一件很高雅的事情 然後 然後 那種日本的握壽司又非常好吃 好 那個真的是很棒 可是我不太敢殺生 對啊 殺西米 請人殺好給我切 我可以 只要這樣包一包 是OK的 這個是因為你拍完中破賽之後的想法嗎 之前就想了 之前 我覺得我蠻喜歡做一點手工藝 那這種東西 做壽司 做了 它不像做別的勞作做的不能吃 做壽司 你又做勞作又可以吃 這是一級兩級 那感覺蠻好的 而且 而且感覺很帥 很帥 為什麼會很帥 把牌上這樣子 很酷的白張臉 然後這樣 很帥很帥 所以是因為又好吃又帥的關係 對對對 哈哈